如果有些數學沒有學過趕快有點深 不過今天我並不完成照著書上go through一遍 在數學部分主要是講它的key point 然後它的中間推導細節就留帶給大家自己私下去研讀 那Gradio Basis Function 那其實也是一個在神經網路理論裡面也算普老的東西很早就有了 不過在這一次deep learning的復興裡面 那這一塊研究的相對少很多 我猜一個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比較不好trend 那我看了很少數的景 一兩篇論文看起來這一塊是很有機會突破的 但是現在研究的人屈指可數 OK 那這是一個Radio Basis Function 它的一個3D的可視圖 那一般我們在看這個Radio Basis Function 你一般看到的都是平面的 就是屬於二維的結構 那這個三維結構是什麼來講 這三維結構就是說 先講二維 二維來講就是一個input 當一個輸入的時候它有一個最應的函數的輸出 那為什麼它叫做Radio Basis Function 那中文翻譯叫做鏡像基函數 那這個中文翻譯呢 比較不容易去了解說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如果我們從英文本身的字義 Radio 就是輻射狀的意思 就是以輻射狀為基底的函數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函數就像一個 從這高點往兩邊輻射 所有符合類似像這種 不管是上凸點的還是下凸點的 還是頂部在上面的 它不見得有唯一的單一上凸點 或是單一的下凸點 它可能會 待會我們會看到 就是這種屬於輻射狀的排數 我們都稱為Radio Basis Function 檢測到RDF 那這個三維圖是怎麼來的 就是說你有兩個 每一筆輸入 它其實有兩個data 那它的中型點在0 那這個 基本上 不過它的頂點 看起來好像沒有在1 如果這是高次函數的話 它的頂點會在1 然後它高次函數 比如說我們知道那個高次分布 就是Normal Distribution 它就是一個 中間最大 然後往兩邊越來越少 那當它有兩個輸入的時候 大家在0的時候是停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三維的 它就變成是一個 凸起來的一個 這種圓弧狀的形狀 這種圓弧狀的形狀 那 我們在16章的時候 也講到這個 On Center of Surround 在生物學上面 看到一些證據 那 推移到更細節的生物學 它牽到所謂的側邊抑制 就是 同一群神經 它 在做 它在 共同作用的時候 它的反應是最大的 然後 所以它 離著這一群神經 越遠的地方 它的反應會越小 然後 別的功能的神經 同時 它會抑制別人 所以就會產生 像這種 書上講的叫做 墨西哥帽 但是它的結構 基本上跟我們剛剛看到的 是一樣的 那 另外有一種 生物學的現象叫做 On Surround Off Center 就是反過來 就是中間是抑制的 它圖形剛好是反過來 那 這種也可以算是 這種 Radiobased Function 我們先看這個圖 這是 從 這個網頁裡面 擷取的一個 各種不同的 這個 Radiobased Function 磁心的 細的黑色 就我們剛剛看到的 高斯函數 它的頂點在1 高斯函數大家還記得嗎 它 那個函數 那個函數 它是 1的 負 N 的平方 那 那函數最大的時候 就是 它的那個 N的 10 就是E 所以它的頂點會在E 然後 當 它 往兩邊的時候 離這個 0 越遠 它就會 0 那你可以看到 不同的 這個 Radiobased Function 就是 鏡像機函數 它有 頂點在上面 也有頂點在下面 然後 也有像這樣 有點W狀 這樣子 那 這些 全部都符合 這個 所謂的Radiobased Function 那 Radiobased Function 它 有什麼樣的 特性 它最初 是用來 趨近 一個 更複雜的 函數的 比如說 你有一大堆Data 但是 你不曉得 實際的 函數 比如說 在動域學的控制 你有 那個 實際產生的Data 但是你不曉得 它的動域學特性 那 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 用 這個 Rbf 它 取 各種不同的Rbf 然後 逼近 原本的函數 這是它 最初的功能 那 用在神經網路 基本上就是把它變成 這些 每一個Rbf 就是 內部的 neuron 每一個 所謂的Rbf function 它變成 一個neuron 然後 再結合原本的神經網路的結構 來構成的一個網路 就是 就叫 Rbf 它最早 是用來 逼近一個 高圍的 可以說是一個方程式一樣 就跟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 Multi-Lay perceptron 一樣 它是一個 Universal function apposmator 這是它最早的功能 那 後來 這個Rbf 也被用在 所謂的 Kernon Messor Kernon Messor 裡面 大家最 比較 知道的 就是所謂的 support-based machine SVM 那 這個 Value-based function 用在 SVM 用來幹嘛用呢 因為SVM 基本上是分取 那你如果是在 Low Dimension 基本上就是 你要把 Decision Boundary 那個 寬窄變 但是如果你是在 Low Dimension 它 永遠 沒有辦法做 高圍的 切開 所以我們要把 原本的Data 從Low Dimension 轉到High Dimension 這就所謂叫做 Kernel Tree 有英文所謂的Kernel Tree 那 Radio-based function 是其中 一種 被使用在SVM裡面 來做這樣的事 那 這邊我們就不介紹 RVF 在SVM 跟 這個 Postumary SF 這樣的一個功能 我們 以 這個 Neural Network 為主 那 這 東西 在現在 沒有那麼流行 當然一定有它的困難 那 其中一個最顯 除了它的Training上面 會比較困難以外 那 它有一個 算是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它受這個所謂叫 Curse of Dimension 維度的詛咒 我們從剛剛來看 你可以看到這個功能 真正 有持的是在越接近中間的部分 它 有持 可是到兩邊的時候 它就漸漸地 趨近一流 這跟 那個 SIMOE 很不一樣 比如說 SIMOE跟 Railroom 它這 比較是Global 它範圍是比較大的 比如說 以現在常用的Railroom而言 它只要大於0 它基本上都是線性 可是 對於RVF 它只有 沒有 局限在這個區域裡面 所以它 相對的 那個範圍窄 那 範圍窄你要去Mapping到 你要Mapping的Function 或是所謂的Feature 你就需要更多的Neuron 所以你要相對的 要對應更多的RVF 這裡的Neuron 在神經網上 Neuron就是RVF 這兩個是等義的 所以 這裡說它為什麼 受到這個 所謂的 維度的 詛咒的限制 當你要去 相對 解決一個 複雜的問題 你就要相對 數目的 這個 RVF 那第三點 是講 一個普遍用來 訓練一個 RVF 它所採取的 步驟 那 以這本書的例子而言 它的第一層 是RVF Function 那第二層 是傳統的 那個 Fully Connection Layer 就是屬於 那個 MLP 單層的架構 所以 在這樣的架構 它的訓練 會分成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會訓練 這個RVF 它本身 它本身有兩個 主要的 那個 參數 第一個 就是它所謂的 中心點 第二個 是 在調 這一個 輻射狀的寬度 就是 這個 輻射狀 要窄還是寬 這個 可以聽到 一個是 中心點 位置要在哪裡 第二個就是說 這一個 輻射函數 要多寬還是多窄 待會會細 細部講到 那這部分 的訓練 可以用監督室學習 也可以用非監督室學習 那這本書 它主要是以 非監督室學習的方式在講 它用那個 主要是用那個 Clustery 那 它以前一章 在介紹那個 Cohone Network 它 Cohone Network前一章 第 十六 十六章 他在介紹 Cohone Network 它的那個 Complete Network的時候 它有一個 所謂的 Complete Layer 其實是在做 分群 分群 Custery 基本上就是一個 非監督室學習的方法 那也可以用其他的 常用的監督室 非監督室學習的方法 比如說 K-Means 那 我們待會會實際介紹一個 昨天改的 別人寫的一個 簡單的範例 它如何用K-Mean 來做這一塊 那 這一層 RBF真程訓練完成之後 就是訓練傳統的這個 Fullic Condition Layer 那就是用 原本 現在 所採用的方式 那 一般它都要來做 分類問題 那就可以用 建築室學習的方法 來訓練 那 就剛剛講過 它有 各種不同的這個 RBF 函數 那 值得特別提的是 呃 我在這個 今天要講的 這張Style 有一篇 論文 它 提出來的實驗數據 都比現有的 這個 這個 用Reru的CNN要好 它用到裡面 這所謂的Squad 樣條 然後中文翻成樣條 但是不是用這一個 它用這個 所謂的 還有 Poly Harmonic Sprint Function 那 關於這部分 大家可以看Wiki Wiki的RBF的那個頁面 它有介紹很多種各種不同的RBM Function 大家有興趣去了解 每一個不同的RBM Function它的數學特性 可以從Wiki影片當作切入點去參考 那這本書主要是以介紹高斯函數構成的這個RBF為主 那它實際上面怎麼做呢 我們就以最初RBF要做的就是去一個Function Applesmator的這樣一個特性 最左邊 最左邊我們收集到了一堆Data 我們有一堆Data 散佈在這個原本的S軸 跟它所構成的函數 那我對於我收集到的Data 我去 Generate 適當的RBM Function 那我就 要去訓練它去學到說 要對應到這些Data 因為這是你所有的 你僅有的Data 其他的你不知道 這是你實驗收集出來的 那假設 真實的方程式的特理 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這些是你收集到的Data 所在位置的點 那今天我要知道說 在最左邊這點的右上邊一點點 我怎麼去求它的FS 那就是由這一條線畫下來 有切到了所有的RBS 那這裡有切到兩個 一個是最左邊 一個是最右邊 那這邊的紅色有高高低低 跟這邊沒有高高低 因為左邊是原始定義的RBS 所以右邊是已經跟依據Data 過了 所以它的高度會變 那理論上它的寬度也會變 那 以這一點而言 就是 這個V點的這一個 RBS 跟C點這個RBS 那這個在 上突點的 右下方一點 那這個在第二個RBS的很下面 所以它的值其實是等於 C點的這一個加上E點的這一個 加起來就會等A點的這一個 那它實際上怎麼做的是 這個RBS乘上它的位置 它的位置比較大 因為它在這裡 然後這一個在這裡 所以它的位置很小 因為在這裡是最大的 這邊的位置最大的 然後 月王兩邊位置 依次D- 所以 那其他的都沒有 沒有涵蓋到這個位置 所以對於其他而言 它的位置都是0 所以 以這個我要去推論說 這個位置 S的位置 它的Function的值值多少 不用 不用RBF 來做的話 它基本上是這種情況 那細節可以看下面的這個 原始的出處 這是簡體中文的網頁 那這是一個 典型我們用RBF Network來做分類問題 那這比 書上的那個圖 更直觀 書上的圖 比較 比較細節 那可能 那個 沒有那麼直觀 那這在做什麼呢 就 我們有Input 經過每一個RBF 這上面就是一個RBF function 每一個RBF之後 那 後面接到Fully Connection Wait 就全連接網路 那 每一個 它最終的輸出最大就是那一類 這是一個經典的分類問題 那這個是一個 以高知函數構成的一個RBF 我們剛剛講過了 這個 這個 高知函數它的 最大的值在1 因為它的 它的特性就是說 書上這邊 這個括號裡面整個叫N N平方 所以N等於0的時候是最大 因為這邊是負的 這是 1的負N的平方 當然N等於0它是最大的 那 為什麼說這函數是高知函數呢 我把書上的兩部分把它寫在一起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第一個 這是念Phi的 PhiS 這個函數呢 就是原本的RBF 就是這個高知函數 它的方程是長這樣 那裡面有一個叫做Beta的一個叫Mu的 數上這個叫做BiS 這個叫做WiS 那 如果以高知函數它就會等於Sigma 乘以根號二分之一 那 如果這個 這個 左半邊這個 Omega 是等於 Sigma 根號PiS 分之一的話 它就是高知分佈 高知函數 高知函數 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那 當我這邊乘上一個Omega 我就可以調整 這個的高度 就是這個 這個函數的 要高還是要低 然後加低就是要調 它的 這整個 要往上還是往下 我們之前也講 這個BiS Obset 所以是這邊的這個調整 是整個 函數 就是 這個 固定 固定這形狀函數 要往上還是往下 就是那個 那個 Shift的位置 那對高維 複雜問題而言 那通常 BiS都是省略掉的 那這本書基本上不用 那你 你再看 很多其他的資料 這邊 V這一項 就是第二層的這個 Fly Convention 這個 BiS 很多都是省略掉的 那 依照書上的這種寫法呢 這邊的這個 RBF裡面的這個Beta 書上叫BiS 就等於高斯函數裡面的Sigma 乘上更號二分之一 那這裡面的這個Sigma 跟 μ是什麼東西 對於RBF而言 這是它的Center 或是有人叫做Central 就是中心點 你在做分群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用PayMeet 你每次 你一開始 任意取 假設分兩群 你取其中一個當中心點 任意的 就是中心點 然後 這兩個中心點 垂直面 畫一條線 就分兩群 對不對 那分兩群 在第一群裡面 所有的Data 在找它的中心點 就是新的中心點 那一條第二群 也找它的中心點 然後這時候 在兩個中間 再切一切 那就又分了 Central 基本上就是 一直重複這樣的做法 去切人 所以 這一個就是 我如果對RBF 的訂閱而言 是它的中心點的位置 就是你的Data 跟中心點 這一群的中心點的位置 的差 跟取弄 那 對於 高斯分布而言 這個就是它的命 那個 那個 命 在意義上面 它們兩個是一樣的 那這個Sigma 就是 所謂的 Standard Depthation 標準差 那Sigma平方 就是 所謂的 Variance 所以它們的關係 基本上 離時的關係 是這樣 那這是 對應高斯函數而言 到底有沒有問題 所以 整個 RBF Network 總結就是 一個 上面這個 數學公尺 那你這 FlyS 是可以是 剛剛講的 任何一種 RBF Function 那這是書上 它的這個 RBF網路的 它的 結構圖 那這一個 跟 剛剛的 你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 其實比較 直白 那這個 這個 畫的其實 比較 不容易 懂 那這邊 指的就是 輸入 跟 weight 之間的距離 就是這 這一個 s-mu 然後 取none 這 就是none的意思 然後 再 乘上 這是 乘號 乘上 RBF這層的 biose 就是 這裡 乘上一個 這邊的 所謂的beta 這邊 這邊 书上用b 表示 然後兩個相乘 之後 產生一個 所以 定義叫n 然後經過rbf 就整 就是 做了這個 運算之後 做了這個 運算之後 然後 會得到我們的 低層的 輸出a 在這裡 它就是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第二層 就是我們一般的 那個 神經網路的 福利可憐Name 就是 w xa 然後 加上b 然後輸出是 再 在 輸上這個例子 它是 minia的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 是minia 原本多少的輸出 就是多少 那剛剛我們講到 這些 不同層的 位置 跟bis 它的特性 那你 我們先講 位置 位置就是 彼此之間 因為它是中心點 就是centroid 彼此 你不同的 分群 它的那個 中心點 可能在不同位置 那這個 低層的位置 就是在調 彼此 分隔多元 然後低層的bis 就是前面 層的這個beta 這個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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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b 再決定說 這個rbf 要多寬 多窄 這不同的詞 在 屬上定義 這個bis 呢 越大的時候 它就會越窄 因為 它是 這邊是負的 這邊乘一個負越大 那個分母 其實就越大 就會 就會越窄 所以 當它 越大的時候 這個 這個 波形會越窄 那如果 如果 我們反過來 用 這個sigma 來看的話 就 越大 會越窄 因為這兩個 是反而 倒數 那第二層 就是我們 一般的 經過rbf之後 第二層的flic 就是系列 那它的位置 就是在調 這個函數 要多大 凸點要多大 還多小 你覺得 要往上 或是往下 它的 第二層的bis 就在調 offset 就同樣的波形 要 要往上移 還是往下移 那 rbf它在訓練的時候 低層的 這個參數 是很critical 這邊舉一個例子 這邊的r就是 類似像 我們前面介紹的 這個sigma 它在那個文章裡面 它是比較甜 它是算sigma這邊的 所以當 sigma 這r越小呢 當這個r越小呢 當這個r越小呢 它變得很窄 就 你train的data 基本上它會去 fit 每一筆data 但是 它並不代表 那個 可能 沒有實際反應 真正的函數 等一下 等一下 它當掉了 我把它結束好 我們知道按什麼鍵把它結束嗎 可以幫我google一下 怎麼中斷這個程式 它當掉了 那是什麼程式啊 那 那 右邊 右半邊 你可以看到 假設它的函數是長這樣 所以它 可以 同樣的data 它可以fit真正的函數 所以 在這個 例子裡面 它的rbf裡面的bios option command dfc option command dfc 不好意思 我再重新打開一次 對 右半邊而言 假設它去 它有fix了它的函數 你可以 跟左半邊 你去對照 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的rbf裡面的bios 要取多寬 這很critical 那 基本上 食物上面 我們的bios 必須要量 兩個rbf之間 它要有重疊的部分 這樣他們才會 有剛剛 稍找我們 稍找我們提到的 我們在前面提到有沒有 要有疊加的效果 這兩個 要有疊加 所以彼此rbf之間 它們要有重疊 好 OK 那接下來是書上的例子 一個簡單的sor 的例子 在之前 我忘了第幾張 我們在介紹mlp的時候 可以做到 mlp可以做到 就兩層以上的 就輸入中間層 然後輸出 這樣的一個 mlp網路 我們可以解決sor的問題 它 它是 用這個 兩個這個 decision boundary把它切開 那 對rbf而言 它的解法 看起來 第一次看你會覺得 蠻特殊的 一樣 我們定義 兩類 一個是 1跟-1 一個 另外兩個是 都是同樣-1 或是同樣-1 對應在圖上面 就是 黑色的就是 輸出 會是1的 那 白色的 就是輸出 是0的 你可以看到 實際上面 它會產生兩個 凸起來的位置 你去看 就 剛剛的那個輸入 因為這時候同時 會有兩個輸入 看它是0還是1 那第一個 凸起來的地方 就是 它是 -1 剛剛我們的輸入 它是-11 對第一個輸入 對第一個輸入 來講 它-11的位置 就是這個圖點 對第二個 而言 它是 1-1 這個圖點 我們剛剛講說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要讓兩個rbf 彼此 要overlap 那它們 overlap的點 會在哪裡 我們回到 前面這個 假設 這邊的距離 把它設為1 那 這兩個要 overlap的 中間的 這介面的 這意義 所以這是跟到2 所以我們可以先算出來說 兩個要 接觸的話 這個 bias 至少要多少 那我們就可以利用這種方式 這細節就不講 書上有解釋說 它為什麼要設計 所以為什麼是要2 那 這樣設計出來之後呢 我們的輸出 我們要以 輸出的0為邊境 這大於0的話 就是表示有 小於0的 就沒有 它整個這個 設計 就是 這兩個 rbf 最終的網路 rbf network 不是只有rbf 很深 解釋 有可能搞混 這講的是 最終的這個 做完rbf 再做第二層的 切面 大於0的 就代表 它是sor的 黑色的部分 這兩個輸出 會是1 那白色部分 就是 這個橫切面以下的 就0以下 所以 對於這兩個 像3的東西 這個橫切面就會產生兩個 這個就是rbf network decision boundary 跟mlp很不一樣 rbf的decision boundary 接收 你會看到兩條線 把它切成 在 在 mlp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有兩條線把它 隔開 白的跟黑的隔開 一個在 這兩條線裡面的 一個是 在這兩條線外面的 這是mlp 它在解決sor的時候 它看到的 圖是長這樣 可是對於sor 你會看到 這藍色的部分 就是 下面這個 白色的圈裡面 這就是 輸出是1的 這是輸出 是0的 那只要落在 這裡面 就是1 這 外面 這圓外面 就是0 要用這種 它 用同樣的這個 用rbf來解決 同樣的sor的問題 這是書上舉的例子 那 這邊稍微提一下 這邊的設計 基本上是 為了讓 剛剛的這個bouldering 在 0的部分 它會變負的 所以這邊 刻意把它 第二層 就把它 弄一個負1 讓它變 因為這邊是 接觸點 為了讓它變成負的 所以這邊 第二層 在這邊 它這不是算出來 這是特別指定的 只是讓它 兩邊 讓這兩座3 可以交叉 就有重疊到 然後 這邊 第二層 222 是這樣 負的可以變回正 這是解決 用rbf network 來解決sor的問題 那 這是 網路上面的 另外的例子 它有 兩 兩 兩類的data 就我們剛剛最早 解釋了 做分群 分成兩群 有 紅色圈圈 跟 藍色差倉 這兩群 那我要怎麼去做 用rbf 做分群 那這 如果沒有記錯 這邊的 黑色實字 代表 我在這一個範例裡面 用到的rbf 我記得好像20個 總共有20個 那實際上面 你去做之後呢 它就會像 彩色的等高圖 這 這裡面的 像一隻蟲的 就是這邊 它原來畫是蟲 我也只有四隻 這隻這邊 長得像一個蟲的黑色 以它為中型 這就是每一個的centroid 那 比如說 以這兩個 就對應到這兩個 所以它會有 它會 因為 兩個會有重疊 所以你會看到 這是它最內 等高圖不容值的時候 到位遠的時候 這兩個會有重疊 那 這跟我們剛剛的SOR SOR 是很determined 它就是 deciate boundary 就是這條界 但是複雜的問題 並不會一刀切 所以你會看到 類似像這樣的一個 等高線 有興趣的話 可以透過下面的網頁連結 去仔細看它的一些其他說明 接下來會進入比較多數學的部分 但今天我基本上會講 書上每一段 它的key point 不會去解釋 它數學的推導 你那個 花太多時間 因為我們下一場 要留一些時間 給SHOTS 那在實際training的時候呢 我剛剛講到的 它training分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 就是要找出RBF 本身的 所謂的center 跟它的bias 那center 那center 怎麼找 我們可以用一些 很普遍使用的 這個分群的方法 這裡提到 前一張的 這個compete network 它的compete layer 分群 就是kme 來做carcering 那做完 你看 那個customer之後 我們要讓 這個 這個 RBF 彼此之間 相應的RBF 彼此有重疊 所以我們要去設 這個bias 那這bias的設計 目前我看 比較少說是用學的 大概都是 有個快P 去設 那樹上提了 兩個不同的公式 我們在 在投影片裡面 也會講其中一種 待會的demo code 有另外一個 這是在bias的設計 然後我們可以用 而是用所謂的 osogonal square 這個方法 來篩 我們的RBF 我們大概會講 那做完這個之後呢 第二層 第二層基本上就是傳統的 這個 ALT layer 一個training 那 書上講的是用這個 linear d square 這是最小乒乓插 然後 你也可以用 這個 grade descent Failification 去選一選 那這其實是 目前主流的 主要的方法 然後去設計 code function 然後 透過 Grading 去做 Grading 那 我們先 介紹這個 最小 平方差的方法 那 對於 RBM Network 而言呢 我們可以 跟原本 書上面前面幾張 去做 對照 這是第二層的 輸出 第一層的 輸出 它為了把 Bites 加進來 然後 給它設定成一個新的 Matrix 然後 這是第一層的輸出 這 一就是 對應到 Bites 那 根據前面的章節呢 我們 我們 我們的 這個 實際 我們要 minimize 什麼東西 就是它的 輸出的 那個 誤差 就是 target 跟我們實際上面 網路上跑出來指 它們彼此誤差 那 這邊的T 就是target 實際上它的 Label 那 這是 我們 第一層 輸出的東西到第二層 到第二層 這邊 這邊把它做一個 符號的替換 其實這邊U就等於Z 那這邊 US 就是 WA的意思 OK 加D 其實就是這個 那 等於說 這一項在做什麼 實際的 輸出 跟我的target 的誤差 那 那 兩 平方就是 最小平方法 所謂的 linear square 那 後面這個是 那個 調節項 就是 懲罰項做 recurator 放在後面 如果沒有的話 這一項可以審立 這個 low i 就沒有 把這個展開之後 你會看到這一個 那 對照 這本書 很前面的章節 他在講這個 二項式函數的時候 他在 解二項式函數 我們會推倒出這個公式 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一一對應 這個對應 這個對應這個 這個對應這個 所以 這個 這個 所謂linear 就是 我要求 這個誤差最小 所以誤差最小 就是等於0的情況下 所以 比如說 他 去對 x做 微分 的時候 要等於0 所以 你就可以得到 對應 到這裡 這個 中間這一項 對 x 回分 data f x start 就可以等於這個 那 同樣 我們就可以 它會等於0 那我也可以 由此 我可以求出 x 其實就是這邊的 wait 跟bind 就可以透過這個公式 來求解 在 他介紹 所謂的 Orsogononisquid 那這什麼東西呢 這跟剛剛是 名字很像 但是 基本上 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他 後面結合 他演算法 他是要導出 每一個 這裡面的這個 x 就前面 一樣 這個 然後 位置跟bias 那 一樣 我們做一些變換之後 這邊是我的target 那我把剛剛的那個位置稍微變換一下 我們可以講 這是輸出的誤差嘛 等於target 減掉 ux 就是輸出 us 就是輸出 然後 位置換一下 這個跟 剛剛的這個 是一樣的 位置稍微換一下 可以 可以理解嗎 t-us 等於1 1 就是誤差 t是vable 然後 us 是輸出 us 就是前面這個 這個 乘w 加b 這個輸出 這就是 所謂的us 然後 這裡 對於u 這個 矩陣 做所謂的 metric decomposition 那 我有稍微研究一下 他的deconflation 有點類似像 其中的一種叫做Qr decomflation 他會有一個 上三角的矩陣 但他上三角的矩陣的對角線會是1 然後這時候他的m 如果是正常的Qr decomflation 他會有一個 他會分成 這r 是一個 右上角的矩陣 那m 是一個 對角線 為1 的矩陣 就是 行列都正交 那他的這個 我沒有實際找到 他的細節 數上也沒有介紹 他的deconflation 他的右上角 這個r 上三角的矩陣 他的對角線會是1 那他的m呢 會是 旁的 是正交的 列沒有正交 好像是正交的 所以他找出一個 特性 他的這個 每一個m跟 他本身相乘 會對角線 會是固定其他的 那個細節 可以看書上 他再經過一些變換 把rs又換成h 然後 假設我要求 這個h 那就 1 等於0 最佳節奏 r等於0 然後 然後我在 左右 下面 都乘上一個 m的transpose 就會得到這一項 再看一次 就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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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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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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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剛剛有提到說,這個矩陣它有行的時候是os-gono 所以它在對角線,它的值會固定,它把它定義成V 這個對角線它會是固定的值,其他都是0 所以在這裡它把它定義成V矩陣 重新把它左右向排人,我們可以得到h的start等於這個 所以它這個重新定義的這個矩陣就會直接跟m跟你的target相傳 比如說這個decomposition左半邊的這個,好像正交的m 那這邊就不直接細腳,就是把它展開 然後中間這一項,我記得中間這一項會變成0 最後這一項會等於0 所以由原始的方程式 這個就是前面算D-squared error 跟前面是一樣的,兩個相成 這邊可以理解嗎?它只是左右位置換 然後展開之後,我們會最後會得到這樣子 解開會得到這樣子 那這是target的平方 然後這個是arrow的平方 那我們的目標是要把arrow降到最小 我把左右兩項同時除以t平方 就會把它定義為O 這一項移過來之後 我現在把恢復者原狀安 右左邊第一項移到左邊 然後左右同除以t平方 就t乘後乘t 那把它定義 右半邊的第二項 把移過來的這第二項 定義成一個O 那會有什麼樣子? 就1-O 會等於arrow平方 所以當O越大的時候 它會越接近1-1 這邊的O介於0-1之間 當O越大的時候 arrow是不是就越小 可以理解嗎? 書上這些數學證明蠻繁複的 需要花點心思 才有辦法把它整個看過一點 把J 我現在滑鼠直到J項 左右兩邊都除以t transpose T 所以J項變1嘛對不對? 然後J項就等於J項 就等O對不對? 然後右半邊也一樣除以t transpose T 那這一項是L項 所以要越小越好對不對? 那它要如何越小越好呢? 因為左半邊就變1了 那1-O 所以O越大 OO介於 0-1之間 當O越大的時候 整個error是不是就越小 1-O 透過這個特性 它書上設計了這樣一個error OK 那一開始的時候 我先把每一個項單獨取出來 就等於U的每一項 這裡面的U的每一項 把它先指定給m 所以這每一項只定給m 然後 我 中間 在一個 這細節就不講了 一個疊代 這裡用到一個 好像也是第五章的 所謂的那個 Gran Shrine of the Glanation 第五章 它介紹一個證交法 那它在做什麼? 它把原本的 彼此是所謂的independent 變成每一個 naturally每一個是independent 然後變成每一個是證交 這所謂Gran Shrine of the Glanation 那它怎麼做? 這是原始independent 然後剪掉了 在那個面向裡 它跟它沒有證交的 那一面把它剪掉 這細節 大家如果忘記的話 可以看第五章 透過這方式去找出新的m 在這裡面 每一個疊代過程當中 我會有好幾個 那一個歐就不同的值算出來 那剛剛我們講到 最大的歐 誤差會最小 所以在這一次疊代 在疊代過程當中 我要找當中最大的歐 L就會最小 那我找到那個最大的歐 我就可以反過 反回來求 所以我按t copy以致 然後m可以用這個方式去算出來 那最後我可以用x substitution 回過頭來算我的x 這邊的x x就是前面講的這個 你會加半s 所以我可以轉回來 最終求得我要的- 那訓練過程當中 他要怎麼知道什麼時候結束 一的設計一個很小的值 我會講 就是1-O 叫小英雄二值 誤差 誤差值裡面 这是其中一個方法 那另外的方法就是 我拿�letation Set 去驗證説誤差有沒有變大 可能我們現在在實務操作上都會用Landation Set來驗證 是不是訓練已經足夠了 這是所謂的Orthogonal Neat Squared 他用到的L骨頭 最後,實際上提到用Landation的方式來做 因為剛剛開頭有講RDF Network 他在Training上面,因為他很窄 所以有可能很多的Local秘密 所以他相對不好的Training 在這本書上面 他是說一般這個Bev Population 用在Fine Tune比較少用來 從頭開始Training 如果我看了一篇比較新的論文 他看起來不見得是書上的一定是這樣的建議 還是可以利用一些其他的Trick 還是可以直接用Landation來Training 這裡面書上的這一部分提到了 他的低層的Byte 就是那個Distance前面層的那個 彼此之間要重疊多少的這個Byte 他定義了 這邊所謂Distance 等於我Sample的這些取樣的點 這個V的平方開根號 然後除上了多少Sancle 以這個當作距離分到二分之一 為一個計算基礎 那另外書上提的另外一個方法呢 是算這個Center 就是那個W 彼此的W最大的那一個 當距離 當分母 放在分母 兩個Centroids 分子 最大的距離當分母 然後 分子呢 用有多少的RBF Muro 開根號 待會翻譯 會用這個方式來做 這裡就先越過 那就是說 這邊的這個低層的那個Byte 他的 比較少用Train出來 大部分都是設計出來 那 對於 他的 位置要怎麼算 基本上跟以前一樣 那這裡 我們可以得到 透過把這些公式把它展開來 然後對位置的違分 那這是前面幾張的內容 在介紹MLV的時候 介紹Band Location 就是 含 這個 輸出 對他位置 作為分 然後 整個方形對位置 為分 然後這個是所謂的 Sensitivity 在 在這裡的Sensitivity 這邊 Sensitivity Si1 等於這個 這就是 那個 那 透過 一般的那個 我們再 調位置 那個 公式 就是 新的Wade 等於原本的Wade 乘上 Lending Rate 然後這個就是 那個 微分項 微分項 等於什麼 就是 左半邊 這東西 有沒有 這邊 輸出 輸出 這一個 輸出 來的數 對位置 作為分 這邊就是 Code's function 這類的 F 就是 誤差 對位置 作為分 這項 同樣的 Biase 導出來 就 這個 這 這 書上沒有 實際導出 額外加的 紅色框 可以 對照前面 可能也是 第五章 第六章 他又沒有 可以導出來 同樣的 公式 OK 好 書上很多 數學細節 就這樣子 很簡略的介紹過 真的有興趣 在很用力的 可以一遍 這邊 因為時間的關係 就不多講 換到現代 RBM在現代 有哪些進展 這個可能是 在過去 十幾年當中 少數的 跟RBM沒有 扯上關係的 現代的定徵 就是 最早的 LNA-5 現在的 LNA-5 最後一層 都不用高 是RBM做的 就是用 現在的方法 用 RBM 甚至 LNA-5 好幾層 的 現在 都只有 一層 來做 在原始的 LNA-5 這篇 1998 的論文 它的最後一層 這一層 這邊所謂的 Bossian Connection 就是 RVF 這邊 如果 這部分 我沒有仔細 它 在這裡 只當作 輸出 這個數字 分類數字 用而已 它 的 設計 就是 以 RSP Code 它的 真正的 圖 當作 中心點 因為它 MNAS 是手繪數字 它就把 這個 MNAS 不是 RSP Code 裡面 0到9 這些數字 的 28x2%的 圖 當作它的 Sentroid 簡單講是這樣 它有一些細節 這邊就 不提 那 這裡 介紹 兩篇 因為 為了 為了 準備這張 有 讀了 兩篇 那第一篇 論文 它有去 介紹 LINAP 5 它實際上面 怎麼做的 可以參考 那第二篇 論文 有興趣 我會建議 這邊 我是截取 它 在 Conference 發表的 這一篇 比較短 它放在 AR SIV 上面 那比較完整 這邊 為了 快速 勾訴一遍 你可以看到 它 這邊 它是用來做什麼 這時候 它 是 用原本的 CAN 當股價 然後 這裡 它做了三個實驗 MNIST 然後 SIVA 10 SIVA 100 這一個 如果我沒記錯 是用 LINAP5 用MNIST 數值 是 LINAP5 做的 然後 SIVA 10 跟 SIVA 100 是用 那個 ResNet 20層的 ResNet 做的 然後 這邊的 BAS9 就是 原本 正統的 CAN 的 INAP5 跟 ResNet 然後 搭配 RELU function 它得到的 數值 你可以看到 它做的 都比較好 那 那個 並沒有 它的CAN 所以並沒有 實際去DUplicate 它的模型 看懂它的模型 等下 花一些工夫 那它實際上面在做什麼 在這篇論文裡面 它用 RBF Network 來取代 原本的 Activation Function 在這裡 取代 RELU 它這邊的 RGNetwork 就是單層 我們剛剛 書上提的 這樣子一個單層 就是這樣一個 兩層的網路 然後 這一行 是 用比較 傳統的 可能是 GOTION Function 當作 Ecculation Function 它的 結果非常不好 所以 這可能是 呼應我 開頭說的 RBF 不是很好 有很多 local 秘密 所以這樣的 簡單的 RBF 去取代 DUplicate Function 它的結果非常的差 可是這篇論文 它的設計 這是它的實際上面的方法 它 對於每一個 CAN的一個 RBF 就每一個 PTML 它其實有三個 它的實驗 他說三個最好 但是 他說 這邊還需要 進行 RBF 每一個 黑皮膚 方便 在這裏 律文裡面 這邊秀人 這是由 三個 RBF 構成 他這邊論文的用意是 我們現在的Deep Learning 我們學半天 然後我們在Equivation Function 基本上雖然它是非線性 但是它是不可學習的 對於每個Fiction 這有一個Convolution的每個Kernel 學每個Kernel對不對 Deep Learning Function 最基本的 它永遠都是ReV 低於0的就是0 然後高於0的就是1 雖然現在有一些其他的做法 比較非線性的函數 可是基本上它永遠都是固定 依照函數給它的行為 或是加上記憶率 我們先跑BF 那這篇論文 它就是實際上面 把BF Network用在這些上面 那看起來它做的結果 是有用的 就是比 以它這簡單的實驗 它比原本要好 所以我覺得這一條路 如果以學術研究而遠 它可能是一個 男子的深入下去的 一個方向 我想請問就是說 看起來它在學Equivation Function 那它每一個Neuron的Equivation Function 還是一樣的嗎 還是說就不一樣 就不一樣 它這裡面有提到 它每個都是獨立 低時的獨立 因為這樣才有用 因為它這邊提了 它有在講 現有的Deep Learning 它的Equivation 像Railroom 彼此之間都是一樣的 它是不可學習的 我覺得它是不可學習 而且它每個都是一樣的 對 它可以學習 然後每個還是一樣的 對 你可以看到 就對這個而言 它經過不同的訓練 它 假設我們Equivation 看成這個函數 它會漸漸地去學到那個函數 所以它彼此 Equivation Function 彼此是獨立的 就是裡面的 我們剛剛提到的 第一層跟第二層 它的位置跟Bias 最終的結果 每一個有可能都不一樣 但它在比較 那個Reprint的那邊論文 它有去比較 如果印象沒記錯的時候 它的結果好像是Global 大家都一樣 兩個學一樣的 對 我覺得那部分 因為這一篇 可能是這一方面 很少數的 比較有開創性的研究 所以這一部分 很值得學術界 更進一步去挖掘消息 就像我剛剛提到的 它跟生物學上面的那個 分佈 所以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RBMF最早發展出來 如果我查到資料 它基本上這個純數學而來 它沒有生物學基礎 可是 我看到的 我第一眼看到RBMF 卻發現它跟一些生物現象 有驚人的相似之處 剛剛秀愛子有看到 你那時候來了嗎 就 我們剛剛 這張 我們剛剛 這張 實在是自從 書上第16章 我們在生物上面 神經它的反應 是有類似像這樣的 所以 事實上 是否生物的機制 真的是透過 這樣的方式 在運作 其實蠻值得 進一步的去 了解 那最後呢 Tuber應該已經解 本章已經解 最後以 昨天很快的 改了一個網路上面的例子 那 這例子是 投影片裡面 找不到 找不到 現在好像沒有連上 沒關係 大家可以自己去 連這個網址 這個例子 就對應這個網址的內容 同一個作者所寫的code 這個democode 然後呢 他只實做了 第一層的rbf 的學習 第二層他其實沒有做 就 這 屬於 Fully Connection Layer的這一層 他是沒有訓練的 那因為他原本的那個 mix 的data 我並沒有 所以我根據檔名 去找到一筆 他這mpy 是浪拍格式的 二進位檔 找到一個 裡面有一千筆的 mix 的data 理論上 mix 的data 不只一千啦 那 寄得好像十幾萬 不過因為那個 一直沒有 沒有找到 沒有時間轉 因為那個 他這是用浪拍寫的 所以 如果要 好幾萬筆 data 可能 沒有辦法在那麼短的時間把它轉出來 因為這是demo用的 所以 那個 那些 他的 程式的精細度 就不是那麼重要 程式的開頭在最下方 這 整支程式主要是 python 然後透過numpy 來做的 那你可以 我有 程式的開頭 有原始 程式的連結 然後 昨天看了一下 我覺得他有些地方 寫的不太對 或是有些地方 我覺得 呃 我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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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mo用 所以有做一些 休息 那 程式裡面 真正在 把data 讀進來 是 對 第一個rbf 做training 是在這裡 那 training的時候 他會先做k-mean k-mean在這裡 就是他在做french 我們 我把它設計成 有 因為有1000筆 所以我把95筆 當做training data 然後 因為這是數字 手寫數字分類 所以他有10類 所以 在這裡 因為 要分成10類 所以 中間的分群 也是分成10群 這 為什麼 在這邊 這個class等意思 然後 這就是 分群分成10類的意思 那先 因為 因為這邊data很少 所以 我的k-mean 只做100次 那 事實上 大多數情況下 大概 一二十次 就做完 因為data很少 分成10群 那只要 他 前面的 那個central 跟後面的central 在這一回 是相等 他就會停下來 那得到這個之後呢 我們 就來算 他的那個 bass bass 就是依據這個公式 這是 書上 書上的公式 剛剛我們 我有一天有第二個公式 書上的另外一個公式 我把它改在這裡 這是 框起來了 最下面這一行 這是 分群 分 分子 是 那個 分幾群 這是k等於10 開分號 然後dmax 就是兩個central 之間的最大群 這上面 這個 這邊的dmax 就在找 兩兩 兩兩兩群之間 就等十群 找這十群 裡面兩兩之間 最大的距離 然後去算他的bass 那 我改的跟原始作者不一樣 原始作者 在這邊 這個state of k 他還乘上 乘上2 他的分子 除了根號k以外 還有根號2 那 為什麼他 你可以看到這邊 他取名叫std std 就是spam deviation 是 5s的導數 剛剛有提到的 導數 然後 他這邊的分母額跟號2 這個 我猜就是為什麼作者 在這裡 他 實際上他寫的時候是 2 乘 跟號2 這是原本作者寫的 我把它改掉 這個 這個 就對應到投影片裡面的這個公式 5s等於sigma 跟號2分之1 所以他的 他的 這個範例裡面 他的5s 其實就是 variance 因為最後要乘棒 因為最後要乘棒 這個sigma 乘棒 就222 所以 他的那個 5s 他原始的code 其實就是 vanes 那 剛剛有提到 這邊 這個5s 越大 8會越窄 所以 我這個改法其實 比較寬 他的比較窄一點 所以他的邊界就是在 valence 那個 高10分 戶的那個 valence 的地方 然後 算完之後 他就 針對 這一層 這個 這個 其實就在呼叫 計算那個 RBS 就會把剛剛 得到的 central event bias 帶進去 算出第一層的結果 那第一層的結果 得到之後 我用 就用來算第二層 這個公尺 這是我家人 那這就是什麼東西呢 這個就是對照 這個公尺 當他地零 我要求s大 這 前面有二係數 又等於 所以就消掉 因為s 就等於w 如果bys 不看的話 如果這個 relation 這項 low i 也不看的話 所以他就等於 u t 然後 除以 u t u 這是 core裡面 這時候 u 用 x來看 在core裡面 是用s 這等於這個公尺 下面這樣 就在做 做這個 背後 這樣 就是 在做這個公尺 然後 後面就是拿 測試的背後 送進去 然後 算 最終的 實際的 y 跟 label的y difference 然後把它印出來 所以我說 所以 他這個程式 只寫了一半 他只有 算第一層的 width跟files 第二層的那個 width 第二層 看起來沒有用files 第二層 他就直接求位層 然後就直接算 那 因為 昨天才改了 所以 沒有機會 幫他把這部分補全 或 這部分 你可以用 現有的 這個 dip-learning框架 比如說 tensor board pytorch 或是更複雜一點 用num iris 做這個 gradient 一樣 就把第二層 秤出來 我有跑過一遍 他大概就是落在 60幾% 所以每次大概是 值大概是 0.5到 0.7之間 這就算 全部裡面 相等的多少 所以他 他會介於 0到1之間 OK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 我今天的 比正就到此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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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